张花式女徒、郭国夫人尤春图、万岁通天帖等上百件传世文物 近日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右舰大唐书画文物展上集中展出 作为世界范围规模最大以唐代书画呈现大唐风韵的展览 存至现今的近百件文物佐证了大唐盛世 让人右舰大唐 据介绍,此次展览临选100件展品 其中文物94件,复制品6件 以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与唐代有关的绘画书法为主 复以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传世书画和新疆发掘的捐画 并得到中国国家图书馆 等以收藏唐代文物著称的文物收藏单位的金器、三彩器等文物的支持 而通过这些文物,游客可以一窥唐代为何被称为盛世 其实呢,唐代的盛世呢,是多方面的 是吧,它各个方面形成了盛世 那我想呢,在这个里面就是说 唐代的各个方面的所取得的非凡的成就 都是唐代盛世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我们这个展览就呈现了唐代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就 和这个唐代孕育这些艺术品的一个社会背景 我想这些呢,都属于我们说大唐盛世的一个可以理解的一个侧面 此次展览由盛世画剑和浩荡书方两大部分组成 全面展示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民族融合 及丝绸之路带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体现出大唐盛世的繁荣盛 主办方称,本展览对重点展品多角度多方法多层次生动解读 做到学术性和欣赏性供举 知识性和趣味性并重 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 为参观者提供一个梦回大唐的圣经 希望透过展览 让民众感受到大唐文明的独特气息和无限魅力 唐代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 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唐代是不可跨越的 那唐代说唐代的有很多唐人街 唐三才 唐日三百首等等等等 可以说唐代的很多文化已经绕入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基因之中了 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